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宋楚瑜先生及其夫人一行 从这个车上 那么这个场景在4月29号 我们其实看到过非常相似的 就是陈云林先生站到台阶上迎接 当时不过就是连战先生夫妇了 今天是换成了宋楚瑜先生夫妇 宋楚瑜也穿了一个橘黄色的上衣 张焦雄副主席 这也是同样上次国民党也是三位副主席 陪同连战先生 那么这一次也是秦民党的副主席 陪同宋楚瑜夫妇 这是进入了人民大会堂的北大门 稍后我们马上能够看到 胡锦涛总书记要在北大厅和宋楚瑜先生 有一个历史性的握手 我们看到胡锦涛总书记已经走了 已经是迎出来 还是红色的 好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双方 这次历史性的握手 还是无疑 嗯 欢迎您收敏乎 因为他们的辛苦 我剛剛謝謝你的邀請 我剛剛感謝 因為你身體的照顧 我們有親自的對話 感情 我非常高興 跟我們一起去 也像我們會來 我們會來 非常期待 不要愛 不要愛的能力 更少 新的新的 就是 我可以來 這個 我他 謝謝 我是 在那邊 有 好 我 你有 歡迎你們的大禮 謝謝 這是... 不知道什麼 想說可以歡迎你們 歡迎你們大禮 這是... 張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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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你們 謝謝 這是... 我們現在前面的 歡迎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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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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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谢谢 谢谢 你好 欢迎你到大陆来 大家准备好 现在开始烧架 好 谢谢各位 好 请坐 好 谢谢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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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 宋楚瑜主席和夫人 尊敬的 张朝雄副主席和夫人 尊敬的 清明党大陆访问团的 全体成员 大家好 在这春光明媚的五月 清明党主席宋楚瑜先生 率名清明党 大陆访问团来到北京 两岸的华夏儿女 严黄子孙 相聚在一起 都感到 非常的亲切 首先我代表 中共中央 向宋主席和夫人 向张副主席和夫人 向清明党大陆访问团的 全体成员 表示热热 热热的欢迎 并致以良好的 卓彦 宋主席 率团来大陆访问 同中国共产党 进行两党的交流和对话 这是我们两党关系当中的一件大事 也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 这一重大举措 充分表明了 我们两党 为台海地区谋和平 为两岸同胞摸福祉的决心和意愿 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 符合两岸同胞的共用心愿 我相信历史将铭记 我们今天的历史性的握手 和历史性的会见 这几天 宋主席一路走来 反复强调 严谎子孙不亡本 两岸兄弟一家亲 我同样认为 两岸同胞 同根 同族 同脉 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和灿烂文化 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多应该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为自豪 也多应该 为振兴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为己任 紧跟时代 顺应民意 奋发有味 为出境啊 两岸的发展繁荣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这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也是两岸人民对我们的要求 宋主席和清明党 坚持啊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坚持反对排毒 主张发展两岸关系 我们对此啊 高度肯定和赞赏 坚持 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坚持反对排毒 是两岸进行对话 其商的政治基础 也是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 政治基础 不久前啊 中国国民党主席 连战先生 率团来访 这一次 宋主席率团来访 都得到了 大陆同胞大陆同胞的热力欢迎 也得到了 多数 台湾同胞的肯定和支持 这就表明啊 两岸的同胞 都认为 这些做法 符合他们的心愿和利益 在这里啊 我要再次重申 只要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九二共识 不管什么人 什么政党 也不管他过去 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 我们都愿意 和他们谈 发展两岸关系 促进和平统一的问题 当前啊 两岸关系的发展 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 我们两党 应该以 积极的作为 向两岸同胞 展现 两岸关系 和平稳定发展的希望 和前景 向世界表明 两岸的中国人 有能力 有智慧 解决 解决我们之间的 矛盾和分歧 宋总习啊 把这次大陆自行 称为大桥之旅 我衷心的希望啊 通过 清明党大陆访问团的 这一次访问 在我们两党之间 打起一座 互信之桥 在两岸同胞之间 打起一座 沟通之桥 一会儿 我还要和宋总习啊 举行正式会谈 我相信 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 经过我们双方的 共同努力 会谈一定能够取得 积极的成果 我同样相信 通过两岸同胞的 携手努力 两岸关系啊 一定能够 向着和平稳定的 方向发展 两岸发展繁荣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 一定能够实现 谢谢宋主席 谢谢各位 请宋主席讲话 尊敬的中共中央 总书记胡锦涛先生 曾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吴云女士 王书记 中共中央 中台办的 陈主任和 中台办的各位 领导 清明党的 各位 访问团的 各位同志 今天 处于跟我们 清明党 访问团 接受 胡总书记 和中共中央的邀请 能够正式地 来 拜会 胡总书记 进行一次历史性的 一个会面 我相信 不仅全世界 所有的中国人 都关注 这一次会面的结果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都在看 我们 我们 是不是能够 凝聚 两岸中国人的智慧 和我们的能力 来把 我们自己之间的 过去的误解 的问题 由中国人 自己 来处理 我们 满怀着 期盼 跟希望 我在这边 首先 要代表我们 所有的 访问团 的一行 要向 胡总书记 和中共中央 表示 诚直的谢意 诚如 我们这次 来访问的时候 像刚刚 胡总书记所说的 我们把它定位为 搭桥之旅 就像您 刚刚所说的 我们希望 打起 两岸之间 互信之桥 打起我们 沟通之桥 更重要的 我们要打起一座 两岸感情 心灵之桥 我们都是 盐黄子孙 我们都对于 和平 充满的愿景 就像 我昨天 到总书记的 母校 清华大学 所说的 全世界 都在 看 这条 即将 熬起的 那条巨龙 是不是我们 两岸的中国人 准备好了 能够携手合作 再创 中华民族的 一个新的 时代的开始 我们 到了大陆之后 综合的说 虽然时间很短 却有两点 非常明确的 印象 第一 那就是 大陆的进步 和变化 那就是 我们走到 所有地方 看到改革开放之后 真是百文 不如一见 看到这些的 变化和进步 确实让人振奋 但是更重要的是 看到那个变化 就像我到 北京 长安街 和许许多多地方 挂的 那些牌子 上面写的是 品质 重于泰山 服务跨越五洲 这是多先进的 理念 这是多豪迈的 那个雄心 我想 只要给我们 所有的中国人 两岸 以一个和平的 环境 我相信 两岸的中国人 会创造 更了不起的成就 这是我们的期待 亲民党 诚如 胡总书记 刚刚所说的 我们三点 基本的立场 是坚定不移的 我们 不仅坚定地支持 九二共事 一个中国 基本的原则 第二 我们从来不认为 台独 应该 是台湾的选项 因为那只能带来 灾难 和战争 它会带给 这个地区 所有其他的国家 一样 共同非常 不安的 一个战争 因应 因此第三 我们亲民党 一向 主张和平 处于跟所有的 亲民党 自我期许的 是在台湾 所有的地方 跟民众的接触 了解得到 台湾 的人民 是善良 是勤奋 同时 他们也是爱好 和平 自由 民主的 而 所有的民调 显示出来 只要双方 能够建立在 平等的一个 原则之上 大家来进行 政治的协商 谈判 来解决我们的 一些问题 这是 绝大多数 台湾民众 最大的期待 因此 胡总书记 刚刚所说的前提 那就是 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爱好和平 这些原则 都是我们亲民党 共同 跟中国共产党 一样 和所有 的中华民族 的这些 相亲同胞 共同的愿望 我们愿意 在这边 进行党 与党之间的 这些 面对面的沟通 跟对话 相信 是一件 历史性的大事 刚刚 胡总师记 谈到了 两个字 说 我们今天 是一次 重要的 一个 举措 由于您 邀请 中国国民党的 联主席 来访问 也 邀请 亲民党 和我们今天的 访问团 来访问 在过去 这一个月来 真是 一个天翻地覆的 一个大变化 这个举措 不仅 一笑 敏恩仇 化解了 国共 内战的 过去的 这些 恩恩怨怨 但是更重要的 如果我能用 《易经》上 所说的一句话 《易经》说 那就是 什么叫做变 什么叫通 他说 化 而 失之 为之变 而 更重要的 就是您 刚刚所说的 推 而行之 为之通 有所变 有所不变 化而裁之 这是 《易经》上面 所说的 我们怎么样去 化解 同时把那些 不必要的 我们过去的 恩恩怨怨 把它裁掉 这个是变 但是有所变 有所不变 不变的是 我们真正 两岸 应该是 炎黄 子孙 大家应该 手牵手的 那个是不能变的 但是 我们也有通 推而行之 然后 就是 举而措之 天下之明 是 为之 大事 为之事业 今天 处于 特别 庆佩 胡总书记 在跟 国民党 年主席 所说的 您 也 非常尊敬 孙中山先生 中山先生 讲了一句话 要立志做大事 而不要做大官 这就是 易经上 所说的 菊儿措之 天下之明 是为事业 这就是 我们共同的 大事 和平是大事 两岸 和解是大事 中国人 要重新 振奋起来 是大事 我们在这个的 基础之上 一起共同来 努力 因此 再长的隧道 也有出口 再长的黑夜 也有天明的 一天 时候 所以 我们怀了 这样的期盼 来 为人民造福 而不是为我们 政党造势 在这边 跟您进行会谈 感觉到 非常的振奋 我们再次的 谢谢 吴总书记 给我们这个机会 把我们真正的感谢 和期待来表达 谢谢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by nucleick 内 stir